中国班公湖大桥正式建成 距离印度边境减20公里 此消息发出之后 莫迪彻底慌了 直接说道 中国又在针对我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修建这座大桥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 在中印边境的高原地带 一座跨越班公湖的大桥悄然建成 这座距离印度减20多公里的桥梁 究竟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 现如今随着工程的完工 班公湖大桥不仅成为了工程界的一个奇迹 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 一座横跨班公湖的大桥危然处理 这座桥不仅是一项工程壮举 更是中国高原建设能力的集中体现 据大陆媒体报道 这座大桥的承重能力达到了惊人的40吨 这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 满载的重型车辆都能从这座桥上通过 这样的承重能力 在如此高海拔地区实属罕见 但是在高原上建桥绝非易事 工程对面临的挑战可不是一般的大 施恶劣的自然环境 空气稀薄的让人喘不过气 气温变化又大的让人措手不及 再加上物资运输困难 施工条件艰苦 这简直就是在考验人类的极限 面对这些困难 中国工程队可没有退缩 他们动用了一系列高科技手段 比如蓝索吊装系统来架设千米极钢衡量 还是用了特殊的新型材料来应对高原环境 这些技术的运用 充分展示了中国在高原建设领域的领先地位 中国在高原地区的建设经验 已经积累了半个多世纪 从青藏公路到青藏铁路 一个个被认为不可能的工程都变成了现实 这些成就的背后 使中国对高原动土的深入研究和技术都不断创新 板工胡大桥的建成 再次证明了中国在高原建设领域的实力 但是 这座桥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的存在 会给这个地区带来怎样的变化 又会对中印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 说到板工胡大桥的战略价值 那可真是不容小觑 这座桥的位置 可以说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它距离中印时空限减20公里 这个距离既不太近 又不太远 恰到好处 太近了容易引起对方紧张 太远了又失去了战略意义 这个位置 可以说是既保证了安全 又能发挥最大的战略作用 对此印度总理莫迪也感叹 板工胡大桥的建成 就是在真的印度 大桥的建成 对中国在板工胡地区的 产生了重大影响 过去要想前往此地 要么绕道而行 至少需要200多公里 要么就得靠小型船之百度 现在好了 有了这座桥 前往时间至少缩短了8个小时 这不仅如此 这座桥还极大的改善了 后勤补给的效率 板工胡地区空气稀薄 气候恶劣 稍不注意就汇出问题 现在有了这座桥 大量物资可以快速通过 更值得一提的是 板工胡大桥的建设 并非孤立的工程 而是与整个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紧密相连的 比如说 正在规划中的新藏铁路 全长2000公里 将连接新疆卡石和西藏拉萨 这条铁路不仅会经过阿克赛钦 还会途径板工胡东岸 想象一下 当这条铁路建成后 在配合板工胡大桥 中国在西部边境地区的战略纵深将大大增加 有人可能会问 修这么个桥 会不会刺激到印度那边 说实话 印度对此确实有些坐不住了 但要明白一个道理 发展自己的领土 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 这是每个国家的主权 这么做不是为了威胁谁 而是为了更好地保卫自己的国土 说到底 板工胡大桥的建设 反映的是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整体战略布局 板工胡大桥的建成 更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 这座桥的建成又会如何影响中印关系呢 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说起板工胡 这可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它位于中印边境地区 平均海拔4240米 是个典型的高原湖泊 整个湖泊东西长约155公里 形状狭长 最宽处15公里 最窄处只有40米 这样的地形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板工胡原本是完全属于中国的 它不仅是中国高原牧民的重要水源地 还是新疆和西藏之间的重要通道 更重要的是 它曾经是古斯筹之路南线的关键节点 可以说 这里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记忆 但是历史总是充满波折 1846年 英国人趁着清朝虚弱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擅自在西北地区化界 他们把拉达科化入了英属印度的管辖范围 紧接着到了1865年 英国人又搞了个约翰逊线 把边界线往东推到了昆仑山外 就这样 包括板工胡西侧三分之一 在内的大片领土被化入了英属印度 这种非法化界给后来的中印关系埋下了隐患 印度独立后 妄图继承英国的这份遗产 想把这些地方都占为己有 1962年 中国收回了4.27万平方公里的阿克赛清地区 但是 板工胡的西侧三分之一仍然被印度占据着 现在 中国在板工胡上修建大桥 印度那边自然是坐不住了 他们担心这会改变地区的地区平衡 有印度专家放话说 中国这是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意图很明显 还有人说 这两座桥的出现 会极大改变板工胡地区的态势 但是也要明白 修桥建路本来就是为了改善边境地区的民生 这是中国的政党权利 中国一直强调 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 说到底 板工胡大桥的建设 凸显了中印在边境地区持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需求 他提醒着在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 也要注意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么 在推进这样的大型工程时 是否考虑到了环境保护的问题呢 在高原这样脆弱的生态系统中 如何平衡发展和保护 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 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说到高原建设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环境保护 板工胡所在的青藏高原 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 这里空气稀薄 气候恶劣 生态环境极其敏感 一不小心 可能就会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 板工胡更是这个脆弱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它不仅是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还是调节局部气候的重要水体 修建这样一座大桥 难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比如说 施工过程中的噪音可能会惊扰野生动物 桥根的建设可能会影响湖水的流动 甚至可能改变局部的生态平衡 面对这些潜在的环境风险 更不能掉以轻心 要知道 高原生态一旦被破坏 想要恢复可就难了 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级 它的生态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亚洲的气候变化 和水资源安全 因此 在这里进行任何建设 都必须格外谨慎 那么是不是就不能在高原地区搞建设了呢 当然不是 关键在于如何再发展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这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但也正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显身手的地方 比如 尽量减少对湖面的占用 选用环保材料 严格控制施工污染等 更重要的是 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进行了详细的环境影响评估 制定了完善的生态保护方案 不仅如此 中国在高原建设中积累的经验也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比如 在修建青藏铁路时 专门设计了野生动物通道 保护了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 这些经验无疑为班公湖大桥的建设提供了宝贵参考 当然 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是说建成了大桥就万事大吉了 后续的监测和管理同样重要 需要持续关注大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及时采取措施 确保生态平衡不被打破 那么 综合考虑战略价值 历史一亿和环境影响 班公湖大桥的建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它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 班公湖大桥的建成 展现了中国在高原建设领域的卓越实力 它不仅提升了中国在西部边境的战略优势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虽然面临环境保护和国际关系等挑战 但中国以智慧和决心找到了平衡之道 这座桥不仅连接了南北两岸 更架起了发展与保护 现在与未来的桥梁 它彰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 也为推动地区稳定繁荣贡献了力量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